滾滾泥頭狂衝 幾乎就快把宮廟淹沒 大小石塊傾瀉而下 土石流就快將屋檐監視器給淹過 湍急河水衝進廟內 新北長新宮 四到下午遭遇土石流侵襲 過了一天 宮廟滿目窗移 大小石塊被衝進廟內 黃色泥土把廟處覆蓋 就連一旁香爐也沒有倖免 挖土機進駐把砂石慢慢挖開 廟方開始收拾上後 一旁的住家門口也被堵住 進出不得 幸好當時沒人在家 水剛搬過去到黃色土石流 到石頭堆積到我們家前面去 嗯 它的整個 這輩子大概就是沒有人 之前有遇過這樣子的經驗嗎 沒有咧 山土耳颱風過後 豪雨狂襲北海岸三支區的 民主公王廟 同樣災情慘重 河道暴漲 河水混濁 湍急 幾乎要淹出路面 公廟泡的道路已經變成河流 洶湧的河水幾乎快要將公王 滅敵 經過一夜摧殘雨停了 廟方人員忙著清理收拾殘局 將公廟一樓整理乾淨 但地下室仍是一片狼藉 兩間廟幾乎滅頂 但無人傷亡 只是颱風威脅 雖然已經遠離 但重建之路才剛開始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